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个问题 为着教会的往前 教会的祷告聚会及个人学习 可怎样加强与配合 这个祷告聚会实在是非常重要 我想弟兄们恐怕都听见过 这个Spurgeon的故事 Spurgeon它的Tabernacle 那是很多很多人 所以许多人都去参观了 那有一天有一半人到这个Tabernacle 就要去听那些部门讲话 他们到着找了 所以那个招待的人 他说你们有没有意思 来看看我们的Powerhouse 发电厂 这是我们时的听师部 跟讲到的这个发电厂 有什么关系 但是不好意思就跟他去 他就带他们到地下 发电厂一打开 里面跪满的人在那里祷告 他说这是我们的Powerhouse 所以这两个教会的光景 是以祷告聚会做成 你看祷告聚会的情形好 这个教会说你的情形好 祷告聚会小毛三子四子 这个教会就是有一千人都没有人 所以祷告聚会需要加强 祷告聚会的加强 就是教会的加强 所以要鼓励弟兄姊妹 看见这个祷告的重要 为什么 就看见说我们一切都不依靠 如果你不祷告 你就能希望 那么请问这个工作是怎样做的 只靠着圣灵做的力 只靠着活力力 这大有问题 所以感谢主了 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 我们要参观的就是祷告的地方 这个我在纽约的时候 很多所谓神的仆人 进过纽约 他们都要来讲道 那我们怎么应付呢 我们说你们来我们很欢迎 但是盼望你们在我们祷告聚会的时候 现在参加 把一大批人都挪走了 他没有意思来祷告聚会 他就是想来讲道 所以这个解决我们很多的问题 所以你就看耶稣 这个祷告的地方 祷告聚会与教会的前进 有自己的故事 所以盼望弟兄们能助于祷告的地方 鼓励弟兄姊妹来祷告 并且帮助弟兄姊妹 教导他们这样祷告 因为许多弟兄姊妹 个人的祷告 是团体祷告的基础 你个人不祷告 你在祷告聚会里怎么祷告 但是个人的祷告 也不能带到团体的祷告 所以团体的祷告有它特别的规定 所以比方说在一般的祷告聚会里头 你弟兄他是这样说的 帮助我们 他说你祷告聚会的时候 你不要包罗万有的这个 期末来祷告 很多人祷告都像咒游世界一样 那么你个人自己祷告的时候 去咒游世界可以了 你在祷告聚会的时候 咒游世界 那么你也咒游世界 他也咒游世界一批一批都是咒游世界 这个就没有意义了 祷告聚会的时候 团体的祷告要壮益 所以你祖师徒行转的时候 你就看一下那个祷告聚会 都是壮益的 他们是同性和异 有一个目的的 五训绩之前一到二十人 他们一通在他的聚会的祷告 就是准备自己 后来到了第四章 他们弟兄们在一起同胜祷告 也是有提供的 因为教会 弟兄们受被迫了 求助给他们有这个勇气 就在听他们的祷告 所以都是有专业的提供的 所以最好在祷告就为专业了 可以提出两三个主要的提供 不是个人的事情 乃是大家有关系的 那么也许需要稍微解释一下 然后大家就开始祷告 祷告要短 要转移 那么像布王一样的 这个人不一点点 那个人不那么一点点 那么整个的就是布王一样的 那么这样的祷告就很好 我参加了很多祷告聚会 有的地方祷告聚会 就简直就是每一个人 这个咒游世界一下 那个实在是疲倦 但是有的祷告实在是短短的 但是很 就祷告像打仗一样的 有target 有目标的 那么就教导弟兄姊妹 大家怎么样 同性合育 专业的祷告 那么你这样学习的 祷告有的应许 现在鼓励弟兄姊妹 更喜欢祷告